中国海关扣留了日本的水产品 日本政府提出要跟我们磋商一下 是想商量什么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共Talk 我是吴忠诚 马上就是8月份了 马上就到了日本政府此前官宣的 要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日子了 各方都在密切关注日本方面的举动 此前中国海关总署已经表示过了 既然我们的好言相劝 日本它听不进去 那我们也就只能守好自己的餐桌 保护好自己的饭碗了 不好意思了 为了防范受到核污染的日本食品抒滑 我们只能选择禁止包括福岛在内的 日本十个县的食品进口了 而且还不只是这十个日本县 只要是日本进来的食品 我们都会要进行百分之百的严格查验 这话应该不只是我们这么简单说说罢了 这不最近就有消息显示 说是已经有部分从日本出口的水产品 被我们的海关给扣留了 针对这一消息 日本方面说是已经在核实具体情况了 而日本岛内则不免开始担忧了 说这还没开始排放核污染水呢 产品又已经卖不出去了 一旦真的开始排放污染水 那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随后在我国外交部举行的 类型记者会上 有记者替日本喊话 说日本政府已经承诺了 可以对日本食品的安全性做出保障 希望我们能尽快取消进口限制 事实上 日本最近喊话中国的 可不仅仅是要取消进口限制 最近一段时间 日本方面是不断向媒体放风 说已经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中国能跟他们一起搞一个所谓的磋商机制 这个磋商不为别的 就是希望能跟我们中国坐下来 好好聊聊这个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相关问题 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看看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说白了 我估计就是咱们那个进口限制 把日本政府给限制极了 本来嘛 日本执意要把核污染水排进海里 除了想省失省累以外 他们想的不过就是要省钱 结果这水还没排 钱没省着 就先在食品出口上亏了一大笔 但问题是 日本现在想要说跟我们磋商 是想和我们商量什么呢 是想商量怎么处置核污染水呢 还是想说服我们 接受日本的排海方案 并取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呢 如果是前者 难道日本不觉得现在才想起来有点晚了吧 而如果是后者 那就更不用说了 没什么好谈的 所以日本一边放风的同时 一边也说了 说一直没有等到我们中国的回应 真不愧是美国的小弟 这装起可怜来都是一个样子 如果日本真的有诚意 想进行一场有意义的 有成效的协商 早该在其单方面做出排海决定之前 就行动了 但日本有这么做吗 现在日本方案都拿出来了 眼看排海在即了 才说想要跟我们磋商一下 抱歉 我觉得我们国家没有义务配合它 此前我国外交部已经提醒过日本 既然日本认为这些福岛核污染水 可以饮用 可以游泳 那我们就建议日本留着自己饮用也好 用于游泳也罢 都随他们自己的便 没人管他们 但日本不听 还非要拉着其他国家一块喝污染水 一块吃喝污染食品 告诉你日本 想都不要想 既然日本政府能够保证日本食品的安全性 那不是很好吗 你们就自己留着吃吧 再不然你们看谁相信你们的保证 谁愿意陪你们一块吃 就卖给谁好吧 比如美国不是不反对你们排海方案吗 那就卖给美国人去好了 各位网友说是不是这样呢 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 希望下期再见